這一節我們來講一下比較複雜的巨型選單 像這種就是巨型巨大的巨型選單 一般下拉選單就分這一種一般的下拉選單 還有這種巨型選單 這種巨型選單主要是用在你產品很多的時候 分類很多很複雜的時候 那你要訪客去那邊找找半天 下拉然後又一層又一層 他可能有很多層嘛 那這樣不好找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就直接這樣 這邊類別底下就有它裡面 這一格類別底下的東西 這個雜貨類底下的東西 收視類底下的東西 然後用分欄線把它分開來 或者是像這個分隔線 類別下面 比如說果汁類 這邊一個分隔線 然後果汁類本身是不能夠點擊的 他不能夠做超連結 然後底下養樂多 都是可以做超連結的 比非多就是可以做超連結的 像這種方式 那如果像這樣子 這是也可以 類別本身也可以做超連結 就看你要不要做 這是可以在後台做設定的 然後像男裝這種 這個男裝 你看他跟這個所有產品是不是很像 可是他插在哪邊呢 插在這邊 這個地方 男生斜類 這是沒有超連結的 可是這個字比較大 所以有些網站你會看說 他的這個文字類別是比較大的字 然後底下的連結這些頁面字比較小 那他們就不需要用這個橫格線把它隔開 就直接用這個方法 那就看你喜歡用這個方式 這個不能這個沒有超連結 然後用這個分隔線把它分開來 那底下是可以做超連結去點擊的 然後這是類別名稱 所以本身就不設定點擊 好 那這個分欄 把這個欄位隔開的這個 分隔欄位的線 也可以把它顯示或者是做隱藏 我們再來看一個這個東西 制定版面選單 這個選單就很特別 這個叫樣板選單 樣板選單 他幾乎是一個 移過來之後就跑出一個網頁的頁面 那你裡面就可以用Elementor去做編輯 所以他是跟Elementor去做整合的 所以他這裡選單就很漂亮 就很 人家一看就哇好精彩哦 一個很驚豔的感覺 這個選單很不一樣哦 所以你產品如果越多 很多的時候你就適合用這些選單 像我們做線上課程網站 不管是實體商品 或是課程商品 就很適合你線上課程 假設你今天有課程越來越多 那你直接選單一移過來 就出現好幾個課程 然後你用圖片去展示 甚至裡面你還可以用影片 那移過來馬上點擊 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台 怎麼去做這個選單的設定 是有關的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 這些選單的設定 所以我們做一些選單的設定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去看